大脚新讯息 当你们想到你们的世界上所有必须改变的事物时 你们很容易感到难以承受 即使你们只是想到在你们自己的家里或你们自己的心灵上必须发生的变化 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认识到每一刻都是多么的强大 请记住你们在自身之内拥有所有的力量 也请记住你们不需要改变外面的世界 因为外面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你们意识的投射 那么你们能改变什么呢 你们有什么可用的呢 嗯 你们可以利用你们此生在地球上的每一刻 你们用它做什么决定了一切 它不仅决定了在你们的那片小天地里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它还决定了外面会发生什么 在整个的宏伟计划中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总是被引导回到你们的内在 回到当下一刻 这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存有和集体之道 你们的内心就是你们所有力量的所在 当然 你们有能力使外部世界里的东西发生变化 你们有能力让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 你们有能力成为一名伟大的演说家 一位出色的发言人 并说服人们你们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 你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些行动或这些话语能够实现的微小改变 但是 不妨改变你们内心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从而一下子改变一切 包括未来 当然也有现在 然后看看你们有多强大 因为你们本就是强大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唯一的怀疑来自于你们自己 毫无疑问 从我们所处的位置来看 你们是强大的创造者存有 你们在那里给你们自己恰到好处的经历 你们知道 为了让自己成长 让自己进入下一个意识层级 这些经历是完美的 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的内在拥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没有任何外界的人或事物 能阻止你们思考下一个想法 并使之成为一个积极的想法 使之成为一个肯定生活的想法 也没有任何外界的事物或存有 不管他们有多先进的技术 要对你们的感受负责 只有你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你们越早明白这一点并完全了解这一点 你们就能越早向前迈进 进入你们想要的生活 没有任何外界的事物需要改变 以便给你们机会 你们只需要抓住眼前的机会 或者换句话说 机会就在你们的内心 你们有能力审视内心 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们有能力选择你们的关注点 选择你们的实向 选择你们的未来 任何告诉你们 他们不会让你们成功或扬生的人 都是在纳入一种 你们现在本就该从中毕业的受害者 或加害者的模式 所以 尽管跟随着那些告诉你们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如何试图阻止扬生的人 是挺有趣的 但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你们越早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就能越早把镜头 转向对准自己的内心 然后你们就能达到 你们一生都在追求的高度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把它复杂化 但我们不会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形式风格 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